后汉书卷四十八 杨礼宅英获袁徐列传第三十八 阳中自自山 蜀郡成都人也 年十三 为郡小历 太守齐齐才 浅亦京师授业 喜春秋 显宗时 争议兰台 拜教书郎 见出元年 大汉古贵 终已为广陵 处 淮阳济南之玉 喜者万数 又远屯绝玉 立民愿况 乃尚书语 陈闻善善及子孙 勿恶至其身 百王长典 不义之道也 秦政库列 唯武天心 一人有罪 严及三足 高祖平乱 约法三章 太宗制人 除去收奴 万幸阔然 蒙批更生 则及昆虫 公垂万事 陛下圣名 得批四表 今已必年久汉 灾疫未夕 公自菲薄 广访施德 三代之龙 无以加焉 陈气暗春秋水汗之变 皆应暴击 会不下流 自永平以来 仍连大狱 有思穷考 转乡千尹 略考冤烂 家属喜边 家以北征匈奴 西开三十六国 平年福矣 转书繁废 又愿吞衣武 楼兰 车施 物己 民怀吐司 愿结边狱 转曰 安土重居 为之重树 喜阴民进迁洛邑 且有愿望 何况去中土之肥饶 即不毛之荒极乎 且南方属师 障独护生 愁困之民 足以感动天地 一遍阴阳疑 陛下流念省茶 以祭圆圆 书奏 宿宗下其章 司空第五轮 一同忠义 太尉谋容 司徒报御 教书郎班固等难轮 以施行祭久 孝子无改父之道 先帝所见 不宜回忆 总父尚书曰 秦筑长城 公义繁兴 胡亥不革 祖王四海 故校园弃诸牙之郡 光无绝西域之国 不以戒林 亦我依常 鲁文宫悔全台 春秋姬之曰 先祖为之而极毁之 不如物居而已 以其无妨害于民也 相公作三君 昭公舍之 君子大齐复古 以为不舍则有害于民也 尽一无之意 楼兰之臀 久而未还 匪天意也 帝从之 听还习者 惜罢鞭臀 中右言 宣帝伯征群儒 论定五经于十渠阁 方今天下少事 学者得逞其业 而张巨之徒破坏大体 一如识取故事 永违后世责 于是赵诸儒 与白虎冠论考同一言 会中作事细语 博士赵伯 教书郎班固 贾奎等 以中深小春秋 许多译文 表请之 中右上书自诵 即日试出 乃得欲于白虎冠淹 后受诏山太史公书 为十余万言 使太后兄 畏畏马料 谨赌自首 不逊诸子 终与料交善 以书戒之约 中文姚顺之民 可避乌而封 节奏之民 可避乌而诛 何者 遥顺为之低防 节奏是之交涉故也 诗曰 绞绞绞思 在所染之 上至下语 为之不宜 中庸之流 要再教化 春秋 傻太子母帝 执称君 慎悟之也 作诗教也 理智 仁君之子年八岁 未至少妇 教之书记 以开其名 十五至太妇 教之经典 以祷其制 汉兴 诸侯王不立教会 多处禁忌 故有亡国之祸 而法家善之称 今君为地尊重 海内所望 其可不临身吕伯 以为智介 黄门郎年幼 血气方盛 既无掌军退让之风 而妖结清脚无性之客 纵而莫悔 事成任性 见念前往 可谓寒心 君侯常以以临身吕伯为戒 料不纳 此欲后座玄殊诽谤 料已救国 忠凶凤为俊丽 太守连范为周所考 遣凤后忠 忠未饭游睡 坐席北地 抵东寻寿 凤凰黄龙并急 忠赞颂嘉瑞 赏述祖宗红叶 凡十五章 奏上 赵氏环顾郡 诸春秋外传十二篇 改定章据十五万言 永元十二年 争败郎中 已病足 礼法自伯度 汉中南正人也 博通群书 性刚而有节 何地永元九年 应贤良方正对策 除博士 迁世中 光禄大夫 岁云 上书已为朝政磕碎 为永平见出故事 宦官权重 交房宠盛 又积史官既是不实 后事有时 寻公既得 必不明信 作诗旨 下有思 免为庶人 还乡礼 渡门自首 故人如生 时有后知者 言谈之次 问其不合上意之由 法未常应对 有人顾问之 法曰 笔夫可与弑君互在 苟患失之 无所不至 孟子有言 服仁者如舍 正己而后发 发而不重 不愿圣己者 反诸身而已已 在家八年 争败一郎 见一大夫 正言及辞 无改于旧 出为汝南太守 正有生计 后归乡礼 足于家 宅仆自子超 广汉洛人也 四世传师 仆号老子 由善徒伟天文立算 以报旧仇 当喜日南 亡于长安 为补相公 后牧阳梁州 欲舍环 士郡 争败一郎 千世中 时尚书有缺 赵将大夫六百代以上 试对正式天文 道数 以高地者补之 仆自是能高 而既顾太史令孙义 恐其先用 乃往后裔 既作 言无所及 为替气流连 亦怪而问之 仆月 徒书有汉贼孙登 将以才智为中官所害 官军表相 似当应之 仆寿恩皆 七创君之祸尔 亦幽据 一并不适 由氏蒲对第一 拜尚书 时安帝使亲正式 追赶祖母宋贵人 西风其家 有原旧耿宝及皇后兄弟 严贤等 并用威权 蒲尚书建曰 陈文威子洋狂而去阴 书孙通被秦而归汉 比匪自书其君 实不可以 陈赫书觉之恩 蒙直不惠之正 岂敢雷同受宠 而以待天屡地 扶为陛下应天屡坐 立直忠兴 当见太平之功 而未闻智化之道 改原者难明 请以尽事争之 喜斗荡之宠 轻动四方 监棺重拂 迎金激祸 致使异弄神器 改更设计 岂不以世尊威广 以致思唤乎 及其破坏 投丧堕地 愿为孤屯 岂可得哉 福智贵无剑 师必报 寿绝非道 殃必急 今外妻宠幸 宫君造化 汉原以来未有等彼 陛下成仁恩周洽 已亲九族 然陆去宫市正宜思门 富车重寻 宁无摧折 而朝臣在位 莫肯正义 西西子子 更相左腹 陈恐威权外甲 归之良难 虎翼一份 足不可治 故孔子曰 土诸余泽 谁能不寒 老子称 国之利器 不可以是人 此罪安危之极界 设计之身际也 福简德之功 正存约简 古文帝爱摆金于露台 是违杖于灶囊 或有积其简者 上曰 朕为天下守财耳 岂得妄用之灾 至仓古府而不可食 钱贯朽而不可教 今自出政以来 日月未久 费用赏赐已不可算 炼天下之财 即无功之家 躺葬担尽 民物凋伤 醋有不渝 富当重负百姓 愿盼寄生 危乱可待也 昔成王之政 周公在前 少公在后 毕公在左 使翼在右 四子昔而为之 目见正荣 而闻正言 一日即位 天下旷然 引其法度肃定也 今陛下有成王之尊 而无数字之作 虽欲从雍兮至太平 岂可得乎 自去年以来 灾浅贫朔 地彻天崩 高岸为谷 修身恐惧 则转祸为福 清漫天界 则其害弥深 愿陛下亲自劳序 严经至私 免求忠贞之臣 诸远宁产之党 损玉堂之胜 遵天觉之众 歌情欲之欢 把艳丝之好 帝王徒吉 陈列左右 新存王国所以施之 见观兴亡所以得之 恕灾害可惜 丰年可昭矣 书奏不行 而外籍宠臣贤畏物之 阎光三年 初为九泉太守 盼腔千余记 喜敦煌 来超俊戒 蒲腹基 斩首九百级 腔重激进 威名大振 遣经赵隐 顺帝即位 百光禄大夫 遣江座大将 损省经用 岁息四五千万 旅因灾疫 多索匡证 由是权贵贡污仆 及尚书令高堂之等 交通嘱托 作减死归家 徐贵贵比贵吻 仁潜于 河南张凯等谋反 带一庭位 及杜真等 尚书宋之 适得名士 足于家 驻元神 勾命结果十二篇 初 仆之为大将 上言 孝文皇帝史智一经博士 五帝大和天下之书 而孝宣论六经于十曲 学者滋胜 弟子万数 光武初兴 敏其荒废 起太学博士社 内外讲堂 诸生横向 为海内所及 明帝时 碧庸史成 遇回太学 太尉赵喜 以为太学碧庸 皆宜坚存 故并传至今 而情者颓废 置为圆彩除木之处 一更修善 又尽后学 弟从之 蒲敏后 遇起太学 更开拓房市 学者为蒲 立碑名于学云 应放自世书 如南南顿人也 曾祖父顺 自华众 何地时为何难隐 将作大将 公联 公联 公联约己 明达正士 生十子 皆有才学 中子谍 江夏太守 谍生宾 武灵太守 宾生凤 奉少聪明 自为童儿及掌 凡所经旅 莫不暗计 读书武行并下 为郁军决草史 刑部四十二线 路囚徒数百千人 及环 派守被问之 奉口说最细姓名 座状轻重 无所依托 识人齐之 读汉书后续 多所数载 大将军良计 举茂财 先是 武灵满 沾山等四千余人反叛 执宪令 屯节连年 照下公卿意 四伏举奉财 财勘将帅 永兴元年 拜武灵太守 道官魏纳 山等皆兮祥散 于是 兴学校举字漏 正昌辩俗 做公事免 阎西中 武灵满 赴扣乱惊州 车际将军逢滚 以奉有威恩 为满以所福 尚情与巨征 百从事中郎 奉秦社方略 贼破军罢 滚推宫于奉 建为私立校位 旧举监为 不必毫期 以严厉为名 即邓皇后拜 而田贵人建姓 环帝有建立之意 奉以田氏微建 不以超登后卫 尚书建曰 陈文周那嫡女 湘王出居于正 汉立飞燕 成帝印四敏绝 母后之众 兴费所因 以死官居之所求 远武尽之所祭 抵纳其言 敬立斗皇后 即党士起 奉乃凯然 以即自退 追敏屈原 因以自伤 著赶骚三十篇 数万言 诸公多建举 惠并足 子少 哨自众远 哨赌学 博览多文 灵帝时 举孝莲 毕车记将军何苗愿 中平二年 汉阳贼边张韩岁 与枪湖为寇 东亲三府 实浅车记将军黄辐松 西桃之 松请发乌桓三千人 北军忠厚 邹敬上言 乌桓重弱 已开幕鲜卑 世下四府 大将军愿韩卓义 以为乌桓冰寡 而与鲜卑视为仇敌 若乌桓被发 则鲜卑必习其家 乌桓文之 党父弃君还救 非为无异于实 乃更举三军之情 遭境拘禁边塞 揪其太诈 若令静慕鲜卑轻记五千 必有破敌之效 邵伯之曰 鲜卑隔在漠北 犬阳为群 吴君长之帅 卢落之居 而天性贪报 不拘信义 故硕犯杖赛 且无凝碎 为智护士 乃来米伏 苟欲中国真货 非为魏巍怀德 既货士族 玄种为害 是以朝家外而不内 盖为此也 王者匈奴反叛 杜辽将军马旭 乌环校尉王源 法先碑五千余计 有五威太守赵冲 义帅先碑征讨叛枪 斩获首鲁既不足言 而先碑悦意多为不法 财以军令 则奋力作乱 质欲小缓 则陆略残害 劫居人超商旅 但人牛羊 掠人兵马 得赏计多 不肯去 富裕以雾买铁 边将不听 便取尖薄 聚欲烧之 边将恐怖 为其反叛 瓷械俯顺 无感俱为 今缴扣未舔 而枪为俱害 如获至悔 岂可追乎 陈于以为 可目隆兮枪湖 守善不叛者 减其精勇 多其劳赏 太守礼参 陈敬有谋 必能奖励得其死利 当思见消之略 不可仓促忘也 韩卓富与少 相难反复 于是照百官大会朝堂 皆从少议 三年举高地 再迁 六年 六年 百泰山太守 初平二年 黄金三十万众入郡界 少纠率文武 连与贼战 前后斩首数千级 或生口老弱万余人 资重二千辆 贼皆退去 郡内已安 兴平元年 前太尉曹松 及子德 从狼崖入泰山 少浅兵营之 卫道 而徐州木陶迁 宿愿松子操朔姬之 乃使清济追松德 并杀之于郡界 少未操朱 弃郡分济周木袁绍 初 安帝时 河间人隐赐 应川人使御 皆作杀人荡死 赐凶出及御母君 并亦观曹 求待其命 因亦而无故 尚书臣中 以罪夷从轻 亦活赐欲 少后追伯之 据正典型 有可存者 其一约 尚书称 天智有礼 五福五张哉 天桃有罪 五行五用哉 而孙卿一云 凡智行之本 将以尽报恶 且成其末也 凡决裂官智 赏庆行威 皆以泪相从 使荡其时也 若得不复位 能不称官 赏不愁功 行不应罪 不想莫大焉 杀人者死 伤人者行 此百王之定制 有法之成科 高祖入官 虽上约法 染杀人者死 义无宽匠 服实化则行重 实乱则行轻 书语 刑法实轻实重 此之未也 仅次欲 功以轻实 适其思汉 祖兵安忍 将死道路 朝恩再宽 兴至东欲 而出君余眷 望自投弊 习少乎 亲死子旧之难 而孔子曰 经与沟渡 人莫知之 朝氏之父 非错克郡 虽能自允其命 颁顾一云 不如赵母指阔以全其宗 传曰 仆妾感慨而至死者 非能义勇 故无律儿 服刑法威欲 以泪天之镇药杀戮也 温慈和慧 以访天之生殖掌欲也 事故春一草枯 则为灾 秋一木花 亦为亦 仅杀无罪之出君 而活当死之赐欲 其为枯花 不亦然忽 陈中不详志行之本 而信一时之人 遂广引八亿求生之端 服亲固贤能 功贵勤宾 其有赐欲荡罪之苛哉 若乃小大义情 原心定罪 此为求生 非为待死可以生也 拜法乱政 悔其可追 少凡为博弈三十篇 皆此类也 有删定律令为汉仪 建安元年 乃奏之 曰 服国之大事 莫上载集 载集也者 决心仪 明是非 赏行之仪 允获决中 彼后之人 勇为奸焉 故郊西相董仲书 老病治事 朝廷没有正义 朔浅庭位张汤 亲至漏相 问其得失 于是作春秋绝育二百三十二事 动以经对 言之详矣 逆臣董卓 荡妇王氏 点县焚疗 弥有结疑 开辟以来 莫获资库 尽大驾东迈 寻行许都 拔出险难 其命为新 臣累是受恩 荣坐风眼 妾不自愧 贪少云补 这传句绿本章句 上书旧事 庭位版令 绝世比例 司徒督墓 五曹诏书 及春秋断育 凡二百五十篇 捐去复从 为之结文 又及博弈三十篇 以泪相从 凡八十二事 其见汉书二十五 汉祭四 解山序润色 以全本体 其二十六 博彩古今 归尾之事 文章换柄 得意可观 其二十七 臣所创造 其以自卫避和道中 心焉愤意 了以介手 喜正人以甘蜀为仆 欲之于舟 送渔夫 一宝淹食 提席食虫 福赌之者 眼口葫芦而笑 斯文之足 无奈泪沾 左侍时云 虽有鸡江丝麻 不弃憔悦 监快 改所以待溃也 适用赶路顽彩 侧于明哲之末 随魏族刚记国体 宣洽食拥 树姬观察 增产盛听 唯因万机之于侠 犹意行揽烟 现地善之 二年 照拜少伟 袁绍军谋校尉 时时千都于许 旧章燕末 书记罕存 少凯然叹息 乃坠己所闻 诸汉官礼仪故事 凡朝廷制度 百官典事 多少所力 初 赴奉为私利时 并下诸官府郡国 各尚前人向赞 少乃连坠其名 录为壮人记 又论当时行事 诸中汉集续 转风俗通 有辩物类名号 是实俗贤疑 文虽不典 后试扶其洽文 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 有集解汉书 皆传于事 后足于夜 弟子唱曲 并以文才称 中兴出 有英语者 生四子而寡 见神光照射 试探之 乃得黄金 自是诸子换学 并有才名 只唱七世通贤 或须自书志 未俊夜人也 少为诸生 明经 有人无须就送光于大将军良商者 以为望堪章文 作戏洛阳诏遇 略考困籍 许十年十五 奏祭于商曰 将军天赋厚恩 敏就光冤结 前者温教许为平义 随魏夏立断绝其事 以蒙神明 故省之德 黄天厚土 时闻得音 且读永月 私自庆幸 虚闻春秋之意 缘请定过 涉事诸意 故徐指随士君而不醉 赵顿以纵贼而建书 此众泥所以垂王法 汉事所以遵前修也 传曰 人心不同 僻弱其面 此盖位大小羽笼 愁美之行 至于鼻目重窍 毛发之状 未有不然者也 情之意者 刚柔书籍 聚敬之间 至于趋利避害 未死乐生 亦附君也 虚于光骨肉 亦有香吟 言其冤烂 未必可谅 且以人情评论其理 广衣冠子孙 净路平易 未及周骏 日望争辟 亦无侠惠仙界之类 无故刊定诏书 欲以和明 久有所疑 当求其便安 岂有处冒死祸 以解细微 辟有辽姬于父子 只可于震毒 未入肠胃 以绝咽喉 岂可为哉 喜东海孝父 见网不孤 幽灵感阁 天应哭汗 光之所作 情继可原 手却连年 而终不见理 忽解子宫之门 气血两贯之下 伤和致灾 危害滋肾 凡事更设令 不应复案 福以罪行明白 上蒙天恩 其有冤磅无争 反不得理 视为行诱正罪 陆家乌亲也 不偏不挡 其弱是乎 明将军得胜未尊 人臣无二 言行动天地 举措亦阴阳 常能留神 佩然小茶 必有愚公高门之福 何气利应 天下兴 赏高须才智 即为奏元光罪 犹事显明 士郡举笑帘 烧签金长太守 性明达赌厚 能以恩信 化佑书俗 甚为枪壶所敬服 遭母忧 自上归行丧 福雀 公车征 在迁北海巷 入围上书仆业 适时大将军良计 贵妻丙权 自公卿以下 莫敢为武 须与上书令隐勋 朔奏其事 又因必见陈文罪师 即祭诸后 环帝家旗终结 访夜都庭侯 前后故让 不许 出为河南隐 前私利校尉 转少府庭尉 祖官 子郡安 安定太守 原言自济平 陈留外皇人也 清苦好学 能通经教授 性智阙 少言辞 县令隆西牛树好事之人 乃离请严为庭院 饭丹为公曹 浮阳前为主部 常供言谈而已 后令使昭 已为香色夫 人画大行 人但闻色夫 不知郡县 再世二年 周府离请 不就 环帝时征博士 太尉杨炳等 举贤良方正 再迁为事中 帝由上林院 从荣问言曰 朕何如主也 对曰 陛下为汉中主 帝曰 何以言之 对曰 上书令陈藩任世则化 中常是皇门 欲政则乱 是已知陛下 可与为善 可与为非 帝曰 喜诸云 亭折蓝剑 今世中 今世中 面称赞为 敬文缺义 拜五官中郎将 转长水校尉 前卫郡太守 争拜大红卢 帝以言如生 常特厌见 使太史令上言 刻兴经地作 第密以问言 言音上封事曰 陈文天子尊为无上 故天已为子 魏林陈树 威众四海 动静以礼 则星辰顺序 亦有邪辟 则轨渡错为 陛下以河南隐邓万 有龙前之旧 封为通侯 恩众公卿 汇封宗士 家情引荐 与之对博 上下泄毒 有窥尊言 陈文之 帝左右者 所以资正德也 故周公借成王曰 其旁其旁 言甚所余也 喜宋敏公与强臣共搏 列妇人于策 积此无礼 以致大灾 五弟与姓臣李延年 含烟同卧起 遵觉众赐 情欲无厌 遂生交淫之心 行不义之事 足延年备禄 焉服其孤 夫爱之则不觉其过 物之则不知其善 所以事多放滥 物情生怨 故王者赏人必愁其功 绝人必珍其德 善人同处 则日文家训 恶人从游 则日生邪情 孔子曰 一者三有 损者三有 邪臣祸君 乱窃威主 以非所言 则悦于耳 以非所行 则丸于目 故令人君不能远之 众你语 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 尽之则不逊 远之则怨 改圣人之明界也 惜光武皇帝 与颜光俱寝 上天之义 其息极限 服以光武之圣德 颜光之高贤 君臣何道 上将此便 其况陛下今所亲信 以贱为贵 以卑为尊哉 唯陛下远禅于之人 那简简之事 除左右之权 勿换尘之弊 使积善日息 宁恶萧田 则钱哉可除 帝省其奏 因已并自上 其骸骨还家 灵地复特征 不行 病足 子计 白马令 亦称善事 徐求自梦遇 广陵海西人也 复书 杜辽将军 有名于边 求少博学 毕公府 举高地 烧迁荆州刺事 使董太后子子张忠为南阳太守 因事放滥 赃罪数议 求临当之步 太后前中常事 以忠主求 求对曰 陈身卫国 不敢闻命 太后怒 聚征中为私利校尉 以相威临 求道周 举奏中赃鱼一役 使冠军县上部一大司农 以张铺其事 又奏武郡太守及蜀县有赃污者 惜征暗罪 威风大行 中平元年 与中郎将朱骏 及黄金贼于冤 破之 张忠愿求 与朱烟官构造无端 求遂以罪征 有破贼公 得免官归家 后再征 迁汝南太守 转东海巷 所在化形 现帝千许 以庭位征 当一经师 道为元术所结 受求以上宫之位 求乃探约 宫上报宣 独何人哉 守之必死 树不敢逼 树死均破 求得其道国喜 及还许上之 并送前所甲 汝南东海二郡印寿 司徒赵温为求约 君遭大难 犹存此也 求约 西苏武困于匈奴 不赘七尺之劫 况此方寸印乎 后拜太长 使迟节拜曹操为丞相 曹以向让求 求不敢当 足于观 论曰 孙艺以高明见计 而受其于阴计 宅仆资绝术取通 而终之以简见 其性质自有周篇 先后之要书度乎 应是七世财文 而奉少彩章为胜 即赚注偏辑 真迹一知 虽云小道亦有可观者焉 言求应对辩证 而不犯灵上之由 思故辞之不可以移也 赞曰 阳中礼法 画阳有文 二应刻葱 一表乳坟 宅仆乍字 或须请就 也能节地 求一午后